徒家福音第十章第25至28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 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胜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伦赦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事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他们直接用一生之狗 去违反第二界命 你现在明不明我说 为什么我那时候曾经提过一件事 其实他们如果不公开道歉 他们不用还 因为他们不是做了一件 他们并且不是犯了什么天调 他们根本无视永生最低标准 因为神一会的时代当中 他一定会放一个个的撒玛利亚人出来 而很明显4794就告诉这个世代 我们就是这个时代 神所认可的撒玛利亚人 但是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真的现在反省回来做什么 但是有些人做了二十多年 有些人一生都只有四十多年 他们做了大半生 但是还要一往无前 很有努力 很努力 为什么我会这么提醒 就是这班人 如果我形容他们是华学生 都真的已经高估了他们 因为这班人根本都不用智识上天堂 因为他们要尽他一生 去爱人如己 但是他们不做 并且 不做你都不用智识上天堂 何况他们做相反 但是这个也反映出他们的内心 真正是什么的品质 所以在神的面前 怎样寄望他们有永生 其实生命就是对这种考验 和磨练和锻炼 但是他们不做 他们自以为信了主 就什么都可以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只是简单来信 在圣经可以害死他们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 随时轻易可以恩账仇报 只要被人煽动 现在外面很多时候 迫我最劲的那些 根本我跟他们有仇吗 从来没有仇 但是生安白做 就是我做错了什么 但我跟你有关 你只是欠了我的恩情 对吗 我知于你 你不要说我其他什么身份 我有没有读过书 或者我是不是皇家身份之旅 我是你的撒玛利亚人 你就一定要外外预计 对不对 就是乱我说就行了 很明显4794这个项目 就已经将他们自死 可以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四马会出现 为什么神给我们说的信息 是叫做时代性 还有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听 对不对 他不听他都欠了我的情 为什么 因为我是手高说出来的 我是Pathetic说出来的 我Pathetic说出来 我说每个数字是全世界的 对不对 反正解释都说有意可听 就当听 他不听 就不知者不罪 如果是不知者不罪 现在就不会有四马 就不会说 开始一个一个的审判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 如果现在我们用这一点 去看回4794事件 原来当年我就照着神 给我的感动 去做好的撒玛利亚人 in process of in making of 好杀玛利亚人 因为我不完成这个 不完全这个 不坚持这个 我还未是好杀玛利亚人 但我坚持完成了 而事实上去到二十多年后 我们都知道当年做得挺对的 挺帮助到那些穷人 有需要的人 有疾病的人 所以你也看到当年 那些所谓好牧师 大牧师 鼓励我说大话 鼓励我走出来 说相反的话 那些人其实是做什么 他不单止是那些法利财人 和利弥人 就是他要我见死不久 你不要做什么 你就能够明白 那些牧师 会死得挺惨 在永恒里面 就是他大队那帮 因为总之这段经文 肯定是铁一样的事实 而且是圣经里面 千叮万足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而其实 为什么 或者你要奇怪 为什么圣经里面的 最大戒命会是这两条呢 其实可能你没想过 其实新旧约 他们的种光 和他们的种族 所有的这些 赏与佛 奏座与祝福 其实是来自这两段经文 而两段经文当中 还要是大部分的教导 是来自第二段的 就是爱伦赦如己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 现在你就知道 原来向我们私恩那些人 就是伦赦 我们就爱他如己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 那些爱主的父母 爱主的丈夫 说太太要顺服他 子女一定要是孝顺他 如果不孝顺 就必定自小 因为那些爱自己子女的父母 就是我就是 赐恩的好心 阿利亚人 对吗 当然一些 生了又不养的 那些就不行了 这个原来人论上 就算我们孝顺父母 原来也有condition 父母不爱主 或者离开神的 叫你离开神 你可不可以孝顺他 不可以 因为他不是 好撒玛利亚人 因为他就是另一个法律 另一个利美人 不是住在你旁边 和你同一间屋 就是轮舍 是带你认识神 让你认识神 经历神的恩高 经历神的身走 那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原来一个好的父母 就是你的好撒玛利亚人 其实你知道 整个圣经的总统 是建立在这里 全部的 为什么一个太太 如果丈夫爱主的话 太太要以丈夫为主 因为她就是这个太太的好撒玛利亚人 这个太太一生只能够做一件事 就是爱她如己 明白吗 勞加班第十章 第25至28节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说 夫子 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她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她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胜尽力尽意爱主理的神 又要爱伦赦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事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太太太 如果我们可以承 arrest 祝这些 Bomδ � 就是这样置身 来访问 原来我一条片不怀念 神旧葬 永远恩生 你还我 神说怪 陪伴我有一体经过 幽谷泪 只忍到 心哭泪 只忍到 常念情 永远世人 愿不识 爱好爱